4月10日,佐敦華峰大廈一場三級大火 釀成五四、四十箱 另一棟本來已經有60年扭齡的塵舊大廈 經歷火災後,變得退換敗雅 苟然殘喘,特別是低層的單位 拍攝當日距離大火發生剛剛接近三個星期 到底大廈裡現在的情況如何? 華峰大廈本身有四部升降機 大火之後,低層的兩部升降機已經完全無法用 居民出入只能靠樓梯 另外,高層的兩部升降機只有一部可以用 居民只能靠一部升降機 我們沿著樓梯走上去 替間布滿燒焦的電線 喉管已經斷裂和溶解 我們來到火徑重載區的一樓 一旦已經看到 周圍被火燒過的痕跡是黑的 而且聞到被火燒過的氣味 你看到兩部升降機已經完全無法用 因為滯滯已經燒至溶化 這些毛都掉下了,燒至破爛了 然後你也會看到 這裡有些人駁斥了臨時電 因為估計這裡已經停電了 但有人在做維修工程 所以駁斥了一些電 據消防署所說 起火源頭懷疑是一樓的光井 現時光井絕大部分的雜物已經清理 由一樓走上二樓梯間 長身被分剋得更加厲害 很大機會是當時的防火門沒有刪妥 而消防署在火災當日調查後發現 大廈火警警報系統、消防署等等的設備 都不是在有效的操作狀態 而我們看到已經更換了新的滅火筒 不過還有很多舊的滅火筒 棄置了 我們來到二樓 被火燒的情況是更加嚴重的 你看到無論是天花還是橫樑 鋼筋已經被火燒到外露了 受災最嚴重的其中一個單位 是一樓一間有42年歷史 俗稱鐵館的腦牌健身中心 被燒到面目全非 在發生大火後一星期 傳出結業消息 年過70的負責人馬先生 大火發生之後心情沉重 一直不太想向外透露狀況 不說這麼多了, 不用 在做事, 危險 經我們再次嘗試 馬先生終於答應在大火後 首次受訪 言語間感受到他的沉痛和唏噓 夕陽始終要下山 年紀很大 是, 你想… 在年輕時, 我畢生已經貢獻了 一直在健身之中 但做到現在, 四十多年後就老了 如果你們能夠呼籲到年輕人 我現在頭痛就說 那些氣下不要了 氣下不要, 都是一個重量 我要搬, 有茶搬 看著我呆了 今年74歲 而且… 這是我最大的噴嚏要清理 這些是鐵 多年來, 鐵館內的大型健身器材 都是逐件添置, 逐件安裝 努力時間要將全部的大型器械清理 無從入手 火災首先包及的是鐵館大門的位置 多年來, 重要的文件紀錄 全部都沒有了 這張桌子是以前的 我每天都看到 桌子上, 差不多這張櫃桌 那裡有些寶記錄的東西 上面有些有獎杯 上面有天氣都燒起來了 自己在年輕時 培養了很多… 這間院培養了很多健康的運動 消防、警察等等都很多 走進鐵館, 看到 跟大門城一直線的範圍 都變成焦土 大家看畫面都可以感受到 大火的熱力有多高 其實健身院裡沒有什麼燒到 那種熱力, 你們看真的 用得很重要 如果是火… 這些膠全部都會消失 這裡的屁架, 隔一塊鏡 這塊鏡有三尺 你看那裡, 屁架 一直都沒事, 一直到這裡 那天, 我在對面封了 煙在這裡出, 向上 就是那種煙, 那種熱流 向上, 你看到嗎 在那裡分到黑色 向這邊, 真的是一條煙 火龍這樣撞, 這樣撞 而且向上飆, 即向上飆 這裡窗開了 裡面的就沒有燒到, 什麼都… 沒有, 是昏坑 馬先生還跟我們分享 當年健身中心 曾經是劇集的拍攝地點 當時李國倫就是飾演他的圓形 一間鐵館的老闆 正確 慢點 不要只在那裡閃, 進東回去吧 去… 當年為了拍田銳梨在這裡練拳這場戲 特別容許劇組在橫樑上裝上隔鐵 這條隔鐵, 挖沙包在這裡 他答應, 拍完去, 但他也沒有拆, 忘記 這條隔鐵到現在仍然留在這裡 但大火就令鐵館沒得留下來 四十多年來的心血全部都沒有了 馬先生很捨不得幾十年來 這裡健身的所有會員 最久的那些… 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三十五年 有些真的… 剛才八二開, 已經是八四年上來玩 現在… 玩到現在 然後有些… 他不玩也好, 叫小孩來玩 已經由小孩拖著上來, 扶著… 最驚慌, 要戴小孩了 是嗎? 有沒有客人、朋友打給你 跟你關心一下你, 多不多嗎? 有, 很有心, 每個人都很有心 每個人都很有心, 不捨不得了 鑑魚給人, 是吧? 幾十年 不說, 一個人通心 話口未完 又專程上來關心 鐵館災後狀況的會員 他就說自從在鐵館操練之後 改善了腰椎的舊患 今天來看看是否確實不再開 本身健身了多久 老闆玩了一年多 真的很可惜 因為我們這些年紀 比較喜歡鐵館式 師兄弟們來到真的狂操 真的氣氛不一樣 會否覺得這些鐵館 你賣少見不少 絕對是 自從燒了之後 我經常上網打鐵館的看 都找不回 華峰大廈大火 令到一至三樓重災區的長生被分剋 但亦有鄰近起火位置的單位 完好無缺 還有商戶被無情火波及倉庫 存貨要全部報銷 說到眼濕濕 明晚我們繼續跟進 劫後華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解凍 MING PAO TORONTO